根本沒有看過這個人 然後我也不知道他在指什麼時候 或是什麼事情 其實我不會想要變成 再讓他 有可能刺激到他 或者是二次傷害 一個假孩子 到人我也不會比較爽 陳芳與環月和謝和泉錄音室關係 為藝術犧牲被潰黑色葡萄乾 專輯的女士角啊 有一張 當美女生的那個 鄉親的網友是說 好像黑色葡萄乾 蛤 很像女孩 對對對 新專輯主持絕奏太性感 被網友戲稱是葡萄乾 不過Kimberley 陳芳與也很大方 透露騎士照片還有另一個版本 我覺得 Jean Paul這套衣服 是非常的 應該是說設計上是 非常好看 其實說實話 我可以給你們看 他的粉紅色版本 他就會變成什麼 粉紅色的 Cranberry 曼月眉嗎 就是那個白 比較粉的版本 是貼金露色 對 所以我們選那個 黑紅是因為覺得 他有一種 掉象 他那個形狀 然後在國外 我們有一個東西叫 Free the Nipple 就是男女平等嘛 我們 想說也可以 在這個時候去 強調 如果你要贊助我的 麥月眉版本 我會 我會好好跟妳公司爭取 而謝爾璇前妻 Kiana影射 Kimberly 和她前夫曾在錄音室 抽大XX發生關係 還聲稱手上握有證據 陳芳與檀嚴 多年前確實 和謝爾璇有合作過 你拿腳步 沒有 我那時候才17歲耶 我爸爸都會陪我去錄音 你現在跟你道歉嗎 沒有 因為我們沒有見過面 應該是說我當下 看到這件事情 我就很生氣 後來我就問我的團隊跟經紀人 然後我們就 他跟我說就是 他要在訪問的時候說他 有一些精神上的困擾 就是一些需要 就是幫助的地方 那我看到這個我反而有點 根本沒有看過這個人 然後我也不知道他在指什麼時候 或是什麼事情 就是我不會想要變成 再讓他 有可能刺激到他 或者是 二次傷害 一個假孩子 抱人我也不會比較爽 說實話 我沒有想要得到錢 如果他願意跟我道歉 我很感謝 但我覺得是不太可能 他如果可以之後 越來越健康 陳芳與成績和吳卓妍超級要好 不過Julia日前介入朱炫養感情 昨天南方也出面公開道歉 我們是講訊息的 就是關心 關心還是比較多 希望我們看好 應該是說我覺得 友情會有不同的階段 不同的過程 那我們確實 一陣子沒有講話 但是我還是希望他 好好的 然後希望可以度過這個難關